毒 毒死你自己一個也OK了 那你已經不用對我交代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丟臉是 不是因為你抽大麻 而是你抽大麻被抓了 還站在路邊吸大麻 你是怎麼卡 爸爸是 我沒有辦法原諒 他現在跟爸爸的關係怎麼樣 在他知道這件事情 就讓我非常的生氣 也對我非常失望 他跟我說 我應該要自己出來面對 很好的感覺錯誤 第一時間打給他姐姐 然後他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生氣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但是同時也非常謝謝他 就算在這種情況 他還是越來越上去 跟爸爸有說就是 震怒取消記者 後來是不說服爸爸 能繼續在辦理 我有跟憲哥也表達說 有這樣的專輯 實在是包含了很多人的心血 我覺得也算是 憲哥給我的最後一個機會 讓我們原諒做的事情完勝 什麼事情發展到現在 你覺得自己有錯嗎 有或什麼話想對大眾說 我想要對我的 農馬還有無知的判斷 以及所有支持過我的人 還有支持我的家人 難道很抱歉 謝謝 先生有說之後是不會在資源裡 目前對於未來的打算 並沒有非常的明確 但是認為憲哥他已經帶著我跑了 很長的一段距離 哈囉 你好 聽過了 聽過了 走馬 開心 腳有點怕 問完了沒 還沒 對 我先回答 對 我先回答 我這個時候出來的不太對 對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那你先說 要不要 我就我旁邊看好了 可是 那我來主持算了啦 你是第一次呼這種東西嗎 是啊 你現在沒有嘗試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在大街上 當天跟朋友們去夜店玩 喝了蠻多的酒 有陌生人 欸 陸續派嗎 我就欸 問我要不要抽煙 然後我就跟人家去馬路旁邊抽煙 這樣子 後續的一切就跟新聞寫的那樣子 我們家 這個祖宗十八代的 到現在沒有一個有過任何的憲哥的 連幾一隻小貨都沒有 那現在是發生在你身上 我又對我的父母親有個交代 那你已經不用對我交代了 欸 憲哥所以今天還是來立體的兒子呢 我是剛好經過 路過 然後 對 很特別來 不管怎麼樣 這也是我的責任的一部分 最糟糕的就是賭 是 更恐怖的當然是賭啦 賭死了全家人 賭 賭死你自己一個也OK了 但是你做了什麼你就認什麼 是 你前面才來一個那個 那個五十萬的要雜事證 爸爸不是請你講 爸爸是請你講的 不敢做 你要嘛 你去 那就混黑幫去嘛 對不對 爸爸的朋友那麼多 隨便弄一個糖果給你嘛 不想那麼多便人 你也挺進去嘛 你還那麼年輕 二十三歲 沒有完蛋的東西 那給我哭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蛤 很醉 今天是一個很尷尬的 有發電記者會 我相信沒有人想要問 有關他唱片曲風的問題啊 當父親的責任 就上來跟你拍一段照片 好嗎 我可以報名一下嗎 謝謝 是建哥人要殺了嗎 我沒有辦法原諒 要怕阿公阿嬤 那一天又一對角度 我相信您從我過去一年來 那個嚴謹局之後之後 我們家就是這麼嚴苛 姐姐這麼長這麼大 沒有人去過夜店 你去夜店了嗎 還站在路邊吸大嗎 幹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是他們事情的 我在沒有左右 他的一個腳步 孩子大了 家教我不幫你 所以很抱歉 非常抱歉 他媽媽那就是爆哭 我覺得你是矛盾法 你應該不是壞而已 壞可以浪子回頭 心不壞 笨確實一輩子 怎麼那麼傻逼呢 怎麼會站在路邊抽大麻呢 我跟你講 我現在丟臉 不是因為你抽大麻 而是你抽大麻被抓 站到路面上去抽大麻 你是怎麼腳 囂張到這種屁股 姐姐氣瘋了 她說我們守著自己幹嘛呢 缺口腸在別人身上 有什麼辦法 她也很自責說太忙了 沒有辦法這個力度太好 我今天躺著演藝圈40年的一個資歷 跟大家要求一點抱歉 因為你會覺得心裡面很過不去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糟糕 很糟糕的一個示範 我今天就不罵她好不好 那你沒有什麼 你就盡量問 你知道盡量去打 應該出庭的時候再出庭 應該樂解的就去樂解 不會 不會 好 發錢 不是出庭 是永遠不會再庭 好不好 主耶穌 祝福 加油 謝謝你 好不好 OK 好 按理 謝謝聖哥 突然 能不能來交交吧 鼓勵我 謝謝他